hello大家好 我是健哥 4月初的時候 AMD發布了入門機的產品 R5 5500和5660 不知道為何 相關的評測非常少 所以我就自費購買了做個測試 AMD的R5 5600X再發布的時候 還是挺成功的 雖然當時價格來到2000價位有些貴 但是遊戲性能 它直接把10代全家全部幹掉了 特別是網遊方面 一直到12代發布 其實也能和i5 1140F打的有來有回 一個U扛了英特爾的三代 1240F出來以後 雖然AMD這邊降價了不少 但是選擇AMD優的消費者少了不少 即使英特爾的主板貴了一些 加不住1240F便宜 各位忘了還有一個更便宜的i3 12100F 雖然名字是i3 性能已經比i5 1040F強了 難得英特爾比的AMD降價了 那5500和5600 就是想競爭一下入門機市場的 主要好玩的是什麼 你現在還能買到300塊左右 全新華碩的B450M-K2 難以執行 版優價格一下就很便宜了 這麼便宜的全新的B450主板 是刺激我去做這個視頻的主要原因 所以我覺得 我有必要給預算有限的觀眾 去做目一期他們需要的測試 本次測試的配件全部為自費購買 盡量去符合這個價位實際的裝機搭配 配件大部分都是我們TOP店日常裝機會使用的型號 覺得我們的測試還是比較嚴謹專業的話 也可以去支持一下 參測的CPU共四款 分別是R5 5500 5600 i3 11600F i5 12400F 這邊先給一下新款的瑞隆的CPU規格對比圖 AMD這一對用名字都要把人搞暈了 雖然5500和5600聽起來差不多 但是5500是賽上架構 是5600G的核顯閹割降頻版本 5600G的評測可以看這個視頻 而5600是微秒架構 5600X的降頻版本 5600和5600X都是支持PCIe 4.0的 但是5500就只能支持3.0了 5600和5600X的內存寫入是砍半的 而5500則是滿速的不受影響 5500相比5600少了一半的3G緩存 所以5500和5600在內部結構設計上都有較大的區別 並不能算是相近的型號 AMD這個命名很容易不倒小 至於另一個新品5700X 我們看一下和以前OEM整機裡面用的5800 參數幾乎用過一樣的 懷疑就是換了個皮 5800X現在買的人都不多了 5700X就更沒啥心理去測了 由於是針對入門用戶的測試 用的配件要符合實際情況 主板就是蓋板的華碩B450M-K2 主要就是便宜 300塊錢能買全新 跟英特爾的二手主板差不多價格了 甚至我們還在京東自行上看到了 1348的5500加B450A套裝 還是那個4內存的板子 不過現在看已經沒貨了 B450M-K2主板只有兩個內存插槽 一個M.2 M.2卡扣還是塑料的 供電MOS連散熱片都沒有 說實話很擔心它是否能去發揮6核心CPU的性能 還是低價位裝機實在預算有限 我們也很好奇這樣的蓋板到底行不行 這個Dead-2的後綴是華碩重置型號 就比之前的1450M-K多了一個HDMI接口 和一個免CPU刷BIOS的按鈕 我們拿到主板的時候 它的BIOS版本是2409的舊版 上5600是可以點亮的 但是5500是點不亮的 必須要更新到最新的3604版本BIOS才能點亮 這個時候有多一個免U刷BIOS功能就顯得很舒服了 AMD這邊由於一塊主板要支持非常多代的CPU BIOS的更新都是常有的事情 對於小白這邊友好還是比較建議上Intel的CPU 主板到手就急用了 一般不需要去額外操作 就很簡單的道理 你要省錢那你自己就要多學點東西 要不你自己努力去賺錢 別自己又要省錢又不肯花時間學到處當身手掌 反正我特別討厭這種人 雖然網路上這種人到處都是 Intel這邊我們也選擇一塊比較便宜的H620MA第四主板 這塊主板是目前主流的H620主板裏面配置最好的一塊 也就比別的型號的連散熱MOS都沒有的型號貴個120塊錢吧 供電有三張片兩桿點2 上面是支持PCIe 3200X4 下面支持3200X2 還有1桿點2WiFi接口 可以買華碩這種自己的鐵殼WiFi套上去 實測不管是CNVI的9560AC AX201還是PCIe的AX200 無線網卡都是可以支持的 最神奇的是這個主板居然有3個5VARGB 和2個12VARGB 背板接口還有個低頻 甚至還有10G的USB 也很豪華 反觀華碩的蓋板B600M-K主板 雖然貴了100塊錢 但不支持M.2的WiFi接口就算了 它甚至只有一個12VARGB 連個5VARGB都沒有 我不知道華碩在想什麼 內存依然是要壓低預算 用的是微高萬紫切紅 3200普條 2根8G共16G 10G很一般C122的 但是很便宜 和2666的基本沒有啥差價了 也就是一根100大幾十塊錢 比一般的馬腳條都便宜幾十塊錢 兩根差價的話也不少了 這個條字是一般渠道裡裝機用的非常多的條字 上期查看我們發現我們手裡的這兩個內存顆粒 居然還是國產的長新顆粒 算是支持一下國貨吧 不過內存廠家的顆粒都是根據P4隨機用的 一般用戶也不會去特別關心 這個內存在BIOS開機就是3200的頻率 但是在華碩的H620-MOA主板裡 默認開機它居然是3200G2 得手動在BIOS裡面挑戰3200G1 關於G1和G2是什麼 可以看一下我們的這個視頻 都是Intel CPU的問題 甩鍋給了主板廠 說實話在更新了最新的1402版本BIOS之後 華碩為了溫脫期間 它連H610都改成默認G2運行了 對於消費者來說其實挺坑的 另外如果是XMP3200頻率的內存 開啟XMP之後在手動改成G1 內存頻率會被自動改回默認頻率 還得手動再選一遍XMP的內存頻率 有點折磨人 Intel這波其實把主板廠家坑的挺慘的 但是華碩這些工程師也沒幹啥好事 為了模擬實際裝機情況 Intel平台我們默認了散片 並搭配了幾十塊錢的 亞軍B3 Pro散熱器加原裝的W15硅脂 AMD平台默認是盒裝 就使用的原裝散熱器加原始硅脂 AMD的CPU首發都沒有散片賣的 我們只能買盒裝 既然都買盒裝了自然是能省則省 反正我們試得下雨 用到散熱器烤機能壓住不降頻 所以就不去額外換散熱器了 這裡也說一個細節 55500和5600的原裝散熱器其實都有區別 5500是5扇頁的風扇 5600是7扇頁的風扇 散熱器的履底是一樣的 風扇厚度有一點的區別 7扇頁的略厚一點 顯示的話就隨便找了一個蓋板的3050 這種總共也都100多瓦功耗的顯卡 我看好多人還在那邊要買旗艦卡 挺費解的 現在3060以上的顯卡跌價挺多的 不過3050顯卡一直挺堅挺的 可能2000多塊錢的東西 它本身也沒有太多的降價空間吧 不像3080Ti能從1萬多直接給你跌到7000多 一般45000預算基本上也就是配3050了 3060還是要貴大這百塊錢 可能很多人還是捨不得上吧 看完平台介紹我們來看一下成績單吧 測試時AMD平台都開啟了PBO 英特爾平台內存頻率跑在3200G1 系統都是使用的Win11 21H2 半年前的Win11一堆Bug 在AMD平台上性能還有損失 現在都半年多了 雖然Bug還是挺多的 但是性能基本正常的 我看Linus在測5800X3D也是用的Win11版本 理論性能方面 i3-160F因為只有四核心八線程 多核心性能要差了好一些 單核心性能都比兩款AMD的CPU要高 i5-12400F則是全方位強於5500和56600 畢竟5600X才勉強和12400F打的有來有回 5600降了點頻自然就打不過了 考試的時候 B11600F和12400F溫度都很低 這裡就不做比較了 畢竟幾十塊錢的塔式散熱器 比AMD的原裝下壓要好太多了 功耗分別為57W和729W 頻率為4.1G和4G都沒有降頻 MOS最高溫度分別為57度和727度 這張H610主板帶這兩個CPU還是夠了 畢竟是帶了個MOS散熱片的 AMD平台這邊由於原裝散熱器性能一般 考試的時候的CPU溫度都相對比較高 5600是88W 91度頻率4.1G 5500是68W 85度頻率4.2G 風扇雖然轉速不低 但是也不怎麼吵還是可以接受 主板供電由於下壓式的散熱器有氣流 即使沒有散熱片溫度也很低 分別為69度和59度 這倒是我們沒想到的 說明性能收縮的原因還是CPU本身溫度較高 供電的話是帶的動的 遊戲測試方面由於考慮到這個價位的用戶 一般也不會用特別好的顯卡 我們就用了一張RTX 3050顯卡跑遊戲 測試過程中開啟Resizable Bar 並且使用最新的512.15版本顯卡驅動 遊戲基本是採用1080P中畫質為主 可以看到CSGO只有R5 5500有大幅度落後 其他幾個CPU都差的不太多 在彩虹6號和吃雞中也是如此 看來5500非常的不適合網遊 連i3 1160F都打不過 古墓令暗影裡4個CPU的幀數差距倒不大 地面線5裡面A加普遍也都比i加低了幾幀 總體來說5500不如1160F 5600也不如1240F 遊戲時由於CPU的負載都不是很高 幾個CPU的功耗也不高 Intel平台是塔式散熱溫度都比較低 AMD平台這邊用原裝散熱器也沒有超過70度 頻率都是正常跑滿的 由於AMD平台在網遊中的幀數普遍比Intel平台要低 也是為了防守有些人槓 你是不是用的3200C22的調子太爛了 我們也去排除了一下內存頻率的問題 使用了一套3600C14的威剛榮耀D60 賭蟲測試了一下對於內存頻率非常敏感的吃雞 順便說一下 其實這個威剛的3200普條也是可以超頻的 用1.4V的電壓可以超到3600頻率18、22、22、42的時序 這個就是一般3600馬甲條的時序了 結果5600上了3600頻率 在吃雞中也只增加了幾幀 提升並不大 勉強算是追上了1240F搭配3200內存的成績 實際用戶去選購內存的話為了省錢的話 其實萬字千塊這種普條完全夠用了 生產力測試方面我們選用了國外評測媒體經常使用的PudgetBench 來測試Adobe群雜頭的性能表現 包括了PS、PR、AE這三個短鍵 需要注意如果你使用的是國區的Adobe賬戶是用不了的 只能用美區賬戶才能使用這個插件 非常坑爹 除了PR項目裡5500比12100F領先之外 其餘項目都是墊底的 看起來5500打遊戲不行 生產力也不行 12400F則是比5600要強一個檔次 基本上排序就是 12400F大於5600大於1100F大於5500 這顆閹割了核顯的5600G真的是不如12100F 還沒那麼貴 挺坑的 最後我們參考價格做一個總結 考慮到整套平台的價格 包括CPU主板散熱器 其實AMD平台這兩個CPU並沒有划算多少 Intel你可以買閃片 12代也是三點寶 配個幾十塊的四電管散熱器足夠了 12400F和5600單獨CPU都是1000塊左右 主要差的地方還是主板 你可以300左右買到全新的華碩B450蓋板 但就算華碩的H610也要600多 華碩的B660蓋板就還要再貴100 對於1000塊這個價位 幾百塊的主板價格差距就挺大 CPU主板37內存都算上 其實反而S3 12600F一套最便宜 5500貴了快100塊錢 5600一套比12400F便宜大概100 而性能卻沒有12400F好 如果說你預算較低 而且只玩遊戲的話 現在S3 12900F幾乎就是性價比最佳的選擇 當然S3名字不好聽 很多小白肯定又覺得你推S3去坑它 總結來說 R5 5500基本沒有什麼購買價值 就算你是老平台升級 也不建議 R5 5600你非要老平台升級就用一用吧 但是和5600X 12400F也就1200的差距 在低價位當中 i3和i5依然具有很好的性價比 即使AMD新出了兩個優 也沒辦法形成什麼有效競爭 除非你去價格再降個200塊錢吧 那至於AMD號稱最強的遊戲優 5800X 3D 3000塊的實際購買價格 實際上已經比5900X和i7 1270KF還貴了 我們猶豫了很久 還是買了個過來做測試 錄節目是4月20日 也是這天我們才能買到 看看我們需要多久做出來吧 還是那句話 從顯卡礦潮以來 真正影響大家購機需求的 還是顯卡價格 CPU這玩意兒真的影響不大了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如果你去選擇一台低預算的遊戲主機 你會選擇什麼CPU呢 如果觀眾別忘了點個小鈴鐺和點個贊 因為我們是全職的Youtube 你們點贊都不非常重要 如果想聊點更多電腦資訊的話 可以關注我們的微信公眾號 潮玩客CLK 如果想購買電腦的話 可以看網路電腦潮玩國度數碼 或者淘寶送商品潮玩客 這裡是潮玩客 我是劍中 差點再見 拜拜